徐家那一百多亩地是产共米的 我从小就不可救药 那也是我爹说的 当初我可不这样想 我想我们家有钱啊 我又是徐家仅有的一根香火 别看我爹对我凶 他可就怕老徐家断子绝孙 你站起来 说谁呢 说谁呢 我在说你呢 我怎么了 你不要以为我没看见 站起来 我刚才读到哪了 你别看他们 把这颗背下来 背不下来 今天就不要回去 好 厅长 爹给您念一段 你敢凶住我 我 我就知道你想要 来来来来 你给我 来来来 张伯爷 张伯爷 我给你 你给我 给我 张伯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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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我过来 你 又不是从这儿跳下来 你 从这儿跳下来 来 你从这儿跳下来 别敢打你爹 站住 站住 快点快点 上眼 放拳了 快快快 站住 给我站住 好东西追上来了 站住 站住 你不要来唱歌了 娘 烤火呢 福贵 今天没上学学啊 那老东西病了 你爹到田里去了 你也跟着去看看去 到田里看什么 又不是看戏 你去看看店户门 是怎么蹭了咱家的地 这种地有什么好看的 我又不是没看过 福贵 你不能再这么下去了 你爹也不容易啊 五十岁上才有了你 徐家这份柴叶 迟早你要挑起来的 你爹还指望着你 光宗耀祖呢 还是等我儿子干嘛 徐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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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家的少爷 我没办法教了 又怎么了 他都成我爹了 老朽无能 您是另请高明吧 老先生 我可是给你送了贡米的 你家的贡米我不要 我把剩下的贡米 全还给你 哦 你想送就送 想还就还呢 哎呀 徐老爷 您就饶了我吧 抱歉 抱歉 哎 哎 哎 抱歉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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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吧 走 走 走 啊 啊 怪不得你爹一看到你就生气 我想啊 还是早点给你找个女人 前几天有人来提亲 说是城里陈济米行 陈老板的女儿 人长得漂亮又贤惠 我和你爹都挺满意的 一个米仓 一个米行 有钱人跟有钱人 门当户对 回来了老爷 坐歇会 妈 你忙去吧 季花 把联子冬拿来让老爷喝 好不好 今天这四叔先生又到田里 告他的状态了 先生不是生病了吗 爹 你不知道 四叔那个老东西 当着那么多孩子的面 他让我背三字经 我是徐家的少爷 那干嘛偏偏老盯着我呀 这不是想让我好看吗 哦 你也知道什么叫不好干了 你二十多岁的人了 不好好读圣贤书 你还想当先生的爹 你换这几个先生了 这可倒好 这不跑到田里去 要还给我贡米 爹 你让他还 咱家的贡米就让那个老东西 吃得太饱了 天天放屁 那个生意都像撕破裤子一样响 快出了 爹 真的真的我不骗你 老爷老爷 真的真的 不骗你真的 你也太不闲话了 我怎么了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味 这不是田不是年代 谁在那里跳花骨灯啊 是不是满仓令人闹着 不会 不会是他老爷 开春了 大伙都在忙着田里的活 他怎么可能让村里的人 去跳花骨灯呢 肯定不会是他 爹 我去看看去 大叔 你不去 你不想知道 谁在闹花骨灯吗 你心里想什么我还不知道吗 你不是我肚子里的蛔虫 你怎么知道我想干什么 出声 我回来 那我娘让我去跑跑跳跳 你出去你问问娘 你 哎呀 那跳花骨灯是要饭的跳的 你是学家的少爷 秀华 你去看看 啊 还是我去吧 回来 你给我回来 不好了不好了 二望叔来不了了 为什么 二望叔病得厉害 床都提不来了 这咋办呢 这没大兰花 只有骨架子 这叫什么花骨灯啊 笑了 阿苍 少爷 是不是要玩灯啊 这么好玩的事 你不叫上我 太不够意思了你 少爷 我们不是玩 去年闹黄灾 好的家都没粮食吃 我们把花骨灯搬出去 就是为了讨些粮食 那走啊 走啊 少爷 二望叔病了 那大兰花 没人跳啊 是啊 这没大兰花 你说这怎么办呢 我来啊 我练了那么长时间的大兰花 我不就是等着这一天吧 行了行了 你别说了 少爷 这花骨灯是讨饭跳的 这老爷知道 还不给气死啊 他又不是你爹 我都不怕他被气死 你怕什么呀 可 可我们都是你们家的店户啊 那老爷爷生气把地收回去 我们种什么呀 我们就把地收回去啊 让老东西自己种 可 可 可是什么呀 别别别愣着 快给我翻 快点快点 快快快快 快快快 快快快快 快快快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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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toujours 120 00847 00847 0023 695 快快快快 爹 你怎么来了 畝生 你这是想把老徐姐的脸面 店舖面都丢进来是不是 سم Customer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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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打扰气 你别打扰气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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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打扰气 老爷 老爷 别拦着他 我 我 我可 告诉你们 你以后 谁 谁要是 领这个畜生 跳着花果灯 可别 可别怪我 翻脸不认人 以后 你们就别种我的田了 那你自己种 我老学家 没你这个孽子 有本事 你别进我老学家的门 我不进就不进 我 老爷 少爷 还是回去吧 你看你这 不男不女的样子 老爷看了 能不生气吗 我就要跳这 不男不女的花果灯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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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别生气 我们不跳了 不跳了啊 都不跳了 快走走走 走 走孩子 你们别走啊 你们走了 我怎么跳啊 少爷 咱回去吧 咱回去吧 别别 别 散开 下来 跟我走 你啊 你啊 睁个眼睛看看 这方圆百里 只有这一片共田 才能产共米 你知道这共米是谁吃的吗 皇上 王爷吃的 哎 父哥啊 我啊 我不指望你能够闯业 我只求你啊 能保住咱们这一块产业 爹 啊 我怎么记得徐家从前是二百多亩地啊 是啊 不错 是二百多亩 不管是这一百多亩 所以啊 不能再败了 那你都没守住 凭什么让我守住 我告诉你 你要是守不住 你的子孙后代啊 连屁都吃不着 爹 你看啊 这一百多亩地 你都累得像狗似的 那要二百多亩地 你还不累死了 畜生 你这书都念在狗肚子里去了 我根本就没读那个狗屁书 你 混账东西 你 我上把这 你 你给我站住 你 麻烦 去那个 五陵后边让我去祠堂 我看 谁敢带你去跳花鼓灯 哎 少爷 别去了 回家吧 站住 别怕他 有本事 你把全村中田的人都解雇了 我告诉你 我宁肯把这户地做荒漏 我又不能让你去跳花鼓灯 你吓唬谁啊你 我吓唬谁 你不信咱们走着瞧 你给我站住 我知道你怕什么 我怕什么 我让你许家段子绝孙 你个畜生 你个 回来 我 我 在家里呢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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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爷呢 我怎么知道他刷哪儿的 真的跳花鼓灯去了 有啊 你把满餐给我找着 说我有事找他刷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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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 你 你要干什么 上帮忙 哎 少爷 你可回来 老爷 你找我 好好 来 坐 坐 坐下说 不不 老爷有什么事 您吩咐就是了 好 满子 你说信的话 老爷我平常对你怎么样 老爷 村里没人说老爷不好的 去年这村的时候 遭了黄灾 粮食欠收 多少都吃不上饭 村民呢 欠了我的猪子 我不要 不但不要猪子 我还给他们猪子 是是是 老爷 哎 我一个人啊 也救进不了全村 你们呢 拉起班来 到城里头 跳花骨灯 要饭 我不反对 可少爷 是我们老徐家的 租苗 他要去跳花骨灯 我反对 我不让他去 都是我们不好 我们该死 这件事 就算我求你了 老爷 你放心 这我都看在眼里头 这么着 这个好日子 把你们的喜事办了 好不好 还不快给老爷跪下 谢谢老爷 老爷 少爷 少爷 哎 搞东西 大爷你小心点 少爷 哈哈哈哈 哎 少爷 你不下来 兄弟上过吗 看我看我 你摔着 下来少爷 下来下来 下来 下来啊 要吓死娘了 别跳了 去找妻子去 这就问病了 哎呀哎呀 哎呦 吓死娘了 别跳了 没事没事 接着看 好好好 你让我做女婿 我不要跳跳 我不去楼 快 把劲力搭成搭成 我 常队 快上去上去 下去下去下去 真下来 畜生下来 我真跳了啊 别来这儿 畜生 别跳 好 好 我让你看着 我让你断骨绝酸 你跳 你走 你走 你比儿子我还要儿子 我跟你说他死不了 我真的跳了 你跳 穷上 你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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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心 他死不了 上去 上去 赶紧下去 赶紧下去 我真跳啊 别跳 军官 告诉他们别上 别上 买枪 别动 快上 我们不犯了 不犯了 前面不敢跳啊 畜生 畜生啊 你到这儿想干什么呀你 老东你听着 我还跟着灯班进城 老爷 快答应他 答应他 答应他 你答应他 我真的 儿子 儿子 娘做主 娘答应你 你下来 太太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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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太 太太晕了 太太 我脏子柄都没晕 这会儿怎么晕了 没事 睡着了我娘 把她抬到屋里去 少爷 你不能不管呢你 那让我爹那个老东西管吧 快点走吧 少爷你 少爷 等我娘醒了 告告我进城了 好 快点 等着你 少爷 来 少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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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意思 哎呀 一位公子和一帮叫花子混在一块 哈哈哈哈 快点 挣了没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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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 这人老看着你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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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是位少爷 贵姓啊 我我姓徐 别怎么知道我是少爷 我不但知道你是位少爷 还知道你爱玩 是位玩家 对吧 嘿嘿 这位贵姓啊 听口音不像是本地人啊 嘿嘿嘿 出来啥 出来啥 你看巧了 一来就碰到徐少爷了 我姓龙 以后你就叫我龙哥吧 哦 龙哥 龙哥 你怎么知道我爱玩啊 嘿嘿 因为我做的事玩得满的呀 什么好玩我做什么 以后啊 还要仰仗小弟 多多关照啊 哦 哦 龙哥 那你告诉我 还有什么更好玩的 哎 你不这是玩什么呢 花骨灯啊 去年的黄灾粮食欠收 我们出来跳花骨灯 淘点石 哎 不对吧 少爷家也缺粮啊 哎 不不不 那徐家可是方案几百里的 大户人家呢 哈哈哈哈 徐少爷去帮忙的 我们跳大兰花的人病了 徐少爷帮我们跳大兰花 大兰花是什么 一会儿您就等着敲好吧 好好好 哎呀 就冲着徐少爷的大兰花 兄弟我也应该有点表示 是 不好意思啊 哎 哎 哎 谢谢 谢谢您 我们先找家旅馆住手 好吧 回头再给你们捧场 好好好 多谢多谢多谢 谢谢多谢 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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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挺有意思的 你看就是长北的 哈哈哈 哎 哎 一块银元 四十斤 哎 哎 哎 要多少 要四个一块银元 哎 好嘞好嘞 哎 先生 我买菜 你来一下 哎 哎 青梨香米 四十斤 这里边 就买一次 好低 好 买一次 后面来 老爷 您有什么吩咐 孙上 餐库里的供米 可是不多了 是老爷 供米是不多了 这个 先不要买了 是 你慢点 这个米能够到 我做了 好 孙上 来 老爷 您还有什么吩咐 前几天 徐家川的徐老爷 托人来提亲了 提亲 他想让家蓁 嫁给他们家的少爷 那 家蓁小姐愿意吗 我还没跟他说呢 你看这事怎么样 要我说 这倒也是一件 好事 这样一来 我们沉浸米航 不就永远能得到 徐家的供米了吗 我也是这么想的 就不知道 他们家那个徐少爷 是个什么样的人 这可是 家蓁的终身大事 这 这 你看他 好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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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啊 你快去我家吧 真好看哦 太帅了 那是个男的 这男不男女太不了 哎呀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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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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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告辞 中文字幕志愿者 你看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快快 中文字架 中文字架 不客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中文字架 中文字 中文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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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